《千萬別抬頭》是一部美國諷刺科幻片 在這部電影當中會看到政治操作以及商業利益凌駕於人命之上的戲碼 劇情的內容是在說天文學家發現了一顆彗星將在半年以後去撞擊地球威力相當於10億顆廣島原子彈的威力 如此一來將會導致地球毀滅 因此天文學家展開了行動希望去尋求總統跟媒體的協助 可以阻止彗星發生這個巨大的災害 並且想要讓大眾了解事情的嚴重性 但是至於最後有沒有拯救地球成功我就先不爆雷 留給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的細細品味 那雖然過去我自己的學生時期也曾經學過地科地球科學 不過老實說現在印象已經有點模糊了 是不是可以先請瑞卿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上次講流星嗎 這次我們是不是能夠再多講一點彗星 彗星是什麼 是由什麼樣的東西組成的呢 我們常聽到這個彗星撞地球 電影當中也有說到彗星上會有豐富的稀有礦產 有沒有可能是真的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專家來跟我們解惑一下 其實彗星它就是跟小行星的成分是類似的 它就是一顆大的岩石 它跟小行星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本身還有一些比較冰凍的物質在裡面 比如說甲腕啊鞍的成分 那也因為有這些冰凍的物質 所以它的結構會比較鬆散 那當它比較靠近太陽的時候 就會這些冰凍物質會被太陽的熱給溶解 昇華掉 所以它就會產生繪髮還有繪圍 所以我們要去判斷 這一個天體 你已經發現這個天體 它到底是小行星還是彗星 主要就是看它有沒有出現彗法跟彗尾的結構 那我們剛剛說 影片說它上面有稀有礦物 其實這個稀有礦物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彗星它的來源是在 溫度比較低的地方 而且是在太陽系比較邊緣的一些地區 像庫柏代或是歐特雲的地方 這些地方 它們保留的都是太陽系剛形成的時候 初始的這些物質 那彗星基本上它又比較少跟其他的天體 互相碰撞產生一些化學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說彗星上面它是保留著 太陽系剛形成初期的一些原始的成分 那如果我們可以對這個彗星的氣體 還有它的成分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們就可以去反推 太陽系從一開始形成的時候到現在 這些物質它演化的過程會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比如說地球 或者是其他行星 都已經是 上面的物質都已經不是原始的物質 它已經經過一些演變演化了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了解太陽系的初期 那我們彗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研究目標 所以它有點像一個時空膠囊 那我也非常好奇 那彗星是怎麼命名的呢 我記得有一顆非常有名的叫哈雷彗星 就是用天文學家愛德蒙哈雷的名字來取的 那所以呢彗星通常是像這個千萬別抬頭的劇情一樣 是由發現者的名字來命名的嗎 能不能請對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最早彗星發現的時候 的確是由發現者它去命名 好像我們知道的 大家比較熟知的哈雷彗星 它是我們的第一顆彗星 對在西元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這顆彗星就是一直有記錄了 只是說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同一顆彗星 一直到哈雷 他當時利用科普勒的三大定律去推算去估算 然後他就預估說 在1758年跟1759年的時候 哈雷就是那時候這顆彗星還不叫哈雷 就是這顆彗星會再度回歸 那果然到那個時候真的這顆彗星又回來了 比較可惜的是呢 其實哈雷當時已經去世了 所以他並沒有親眼看到彗星回歸 因為我們為了要紀念它 所以我們就把這顆彗星稱為哈雷彗星 所以早期彗星的命名 的確就是由發現者 或者是為了紀念某個很有名的天文學家 去幫他做命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有個天文機構叫天文聯合會 國際天文聯合會 IAU 這個機構它就是會對於我們天文上的一些名詞 或者是一些定義等等東西去做一些統一 那 IAU 它在1994 年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對於彗星的命名 去做了一個統一的規範 所以彗星基本上會有兩個名字 一個就是發現者去命名的 它可以取自己的名字 或是取其他的名字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就是 IAU 的命名規則 像我們今年年初看到的那顆彗星 就是 C 寫線2022E3 後面還有一個負名叫做 例 T F 那這個例 T F 就是發現者所命名的 那例 T F 就是發現這顆彗星的機構 那前面的那一串英文跟數字呢 才是 IAU 的命名規則 我們可以看到它前面是 C 我們通常最常看到會是 C 或 P 那 C 指的呢 它是長周期彗星 所謂的長周期彗星是指 它的周期軌道繞一圈會大於200年 或者它是非周期彗星 它可能就是繞過去就不見了 那這個會就是 C 如果是 P 的話呢 表示它是周期性的彗星 而且它的周期是小於200年 所以像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哈雷彗星 它的名字叫 Ip 然後寫線哈雷 對它就沒有那個年份了啦 它就是 Ip 因為它是第一顆彗星 它是 76 年回歸一次 所以是短周期 然後後面呢就用紀念它的名字 Ip 哈雷 那這一顆你可以看到它是 2022 E3 那 2022 其實很好推算 它應該就是年份 它是 2022 年發現的 那 E3 的話呢 前面那個英文字母 E 是它發現的月份 我們會把發現的月份分為上半月跟下半月 上半月會有一個英文字母 下半月也會有一個英文字母 所以我們把 E 到 12 月 你去分為上下兩個一半的話 會有 24 個字母 那我們英文字母有 26 個 它其中呢少掉了兩字母 分別是 I 跟 L 所以它是從 A 到 Y 這樣子 它少了 I 跟 L 因為這兩個字母會跟數字 E 還有 2 會搞混 所以我們就不用它們兩個了 好那我們看到它是 E3 所以你去對照那個表 你會發現 E 它就是 3 月的上半月 所以這顆彗星它是在 2022 年 3 月上半月所發現的 好後面的 3 呢 因為其實同一個月份它可能不只發現一顆彗星 有可能會發現 2 顆 3 顆甚至更多 所以那個 3 就是它在 3 月的上半月發現的第三顆彗星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命名的規則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時候發現 然後是由誰或者是什麼機構去發現它的 好像之前台灣有一個陸林彗星 陸林彗星就是發現機構我們自己取的名字 んでRegamped我到達了 支持教育amed 嗎 對 我